Hello 大家好 這一集我會和大家分享 當你和銀行要做房屋貸款的時候 我們市面上有多少種不同的貸款選擇 基本上會有三種 這三種 第一個是basic fixed rate 即是定了利息率和工的限期 第二個是semi flexi 有少許flexi的伸縮性 第三個是full flexi 我會和大家分享這個貸款的不同之處 大家好 這裏是三分鐘熱度房產篇 我是Ken Choi 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個basic fixed term 譬如說你和銀行提款了一個50萬的款額 這個basic fixed term就是 它的利息已經定了 譬如說是4%已經定了 你借35年也是以這個4%來計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是說 無論在15年後20年後的利息 又調整稍微高或者低 都和你無關的 這樣你是保留你所借的利息率 比說4%就是一路路4% 這就是其中之一的分別 這樣下來就是 例如說你有多餘的錢 你想多供兩三期 我每個月有多餘的錢 我供多兩三期 它的一個缺點就是 無論你在將來要供多少期 它也不會將你減低你的利息 因為已經定了 它只會縮短你供期的期限 而不會將你減低那個利息 所以是沒有分別的 無論你供多多少期 都是那個利息 這是其中一個分別 這樣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如果我現金等次 我收入也不斷增長 我想快速幫你繳還房屋 或者你可以選擇第二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 就是Semi-Flexi Semi-Flexi和Fixed Terms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Semi-Flexi 每當你要借貸款 你有多餘的錢 你供下去的話 它會在你利息 就是本金那邊扣了你的利息 譬如說 你借近50萬的這個貸款 每一期你都放兩期 兩期兩期多下去 其實是供三期 供三期 期間就會慢慢減低你的無金 你無金減低了 你的利息也不是相對減低 你算一下 OK Semi-Flexi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當你和這個銀行 拿了這個貸款的時候 你必須在你的分行 開一個戶口儲蓄 或者是Current Current 為什麼呢 它會在你的戶口那邊 直接跟你做多debit 扣了你這個貸款的款額 每一句直接扣 這樣來說 我供多了 我有錢在我的戶口那邊 如果我急用的時候 可不可以拿出來的呢 其實這個Semi-Flexi Loan 都是夠Semi 你是可以申請拿出來的 但是 你不是直接可以 在你的戶口拿出來 為什麼呢 你所供多的是 供在這個戶口那邊 不是在你自己的戶口 你是放在那個戶口那邊 所以當你要拿的時候 不是你隨意就拿得出 你要和銀行申請 可能用到幾天的工作時間 而且會有一個 就是admin fees 每次你要拿出錢 大概是10-50元 在銀行不等 所以這個就是Semi-Flexi Loan 和第一個的差別 你可以供多 減低你的利息 OK 這樣 如果是說 如果我有一筆 足夠的延錢 我一下扔下去 會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情形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Full Flexi Loan Full Flexi Loan 顧名之就是非常Flexi Full Flexi Loan的要求就是 你必須要在你的借貸銀行那邊 開一個Current Account 即是有赤補的Current Account 然後它就會在你的Account那邊 每個月都會幫你過數 如果你有一筆50千或100千的多月錢出來 你可以一下放在你的Current Account那邊 譬如說你的借貸是500千萬 你放了100千 你的本金的Principle 就變成400千 它就以你400千那邊 來計算你的利息 相對於長期這樣做的話 你會省到很多利息 這就是Full Flexi的不同之處 還有一個優點Full Flexi 就是說 我放了一筆錢 在我的Current Account 我要申請 這個就和Semi Flexi有些不同了 如果你是Full Flexi的話 這個戶口是屬於你的 你可以隨時 即是說 REDRAW你的錢 是不需要做申請的 只不過 如果你在Current Account 銀行都會每個月 charge你一個基本的收續費 是八戶、十戶等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有用CheckP 這三個銀行不同的Package 就是有它的優點和缺點的存在 我們來說 如果我是沒有什麼多易錢的 我也是說打份工 比較穩定的收入 你可以選擇第一個 這個Choice Basic Fixed Rate 所以你就不用煩 一直公道勢 都是這個數字 如果你說你的收入 是Commission Based 或者做生意的朋友 你會經常會有些多易錢出來 我可以建議你用Flex Semi Flexi或者Full Flexi 因為它會幫你省了很多利息 這三個入面 哪一隻最好呢 其實是沒有最好的 只有最適合你一個 最適合你自己一個 我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Bye